日本贈送给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两只丹顶鹤 在昨天已经抵台了 包括了航空公司还有防检局的人员 都小心翼翼的照料 只要等检疫期一过 就可以亮相跟大家来见面 飞机机舱门开启 送下来这个方形白色箱子 里面是来自日本北海道贵客丹顶鹤 毕格汉贵华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 抵达桃源机场 检疫人员全副武装前往街机 小心翼翼搬运到专车上 将这两只交客送往台北市立动物园 进行隔离检疫 刚才的Landing也都非常的平准 不要让丹顶鹤有任何的惊吓的情形 他是处于比较在寒带的地方 需要的温度也是 必须要比较精准的去控制温度 毕格汉贵华到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后 被分开进行隔离 生性害羞的牡丹顶鹤贵华 进入房间后只是东张西望 个性活泼的公丹顶鹤毕格 则是不断的用嘴巴和脚试着推墙 在徒劳无功下累了只好低头喝水 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把他们两个平平安安的接回台湾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下来我们市立动物园会以 最严谨的一个态度 最专业的一个精神 来好好的照顾毕格跟贵华 这对非常珍贵的丹顶鹤 来到台湾定居的毕格和贵华 经过隔离观察期后 只要健康状况良好 台湾民众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民事新闻周炳瑜桃月报导